送走最后一批的收容人 俗称禁毒的新竹收容所 在24号正式洗灯 新竹收容所从民国81年成立 历经警备总部 警政署 移民署 与新竹收容所管理 当天洗灯仪式 在新竹市长林志坚 海基会董事长张晓月 监察委员刘德勋 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宗燕 移民署副署长钟景坤 和众多贵宾见证下 完成历史性的任务 台湾经济蓬勃发展 台湾级烟角木的那个年代 很多很多中国大陆的 这个偷渡客来到台湾 那后来都被收容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都晓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收容所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今天新竹收容所 熄灯了 那这是一个对于 这个收容的工作 是一个巨号 但是对于整体来说 新竹这个新竹神社 进入的这一个 大概五公顷多的一个 绿地空间环境 将是一个新的 开始的一个起航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新竹神社 它其实直直 透过中山路会直直到 我们的新竹市政府 那这个是在日治时期 日本人在城市治理规划上 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政府 市政府 收听都会遥望着 这个日本的神社 所以未来新竹市政府 开始会着手进行调研的工作 将我们这个空间里面的 这一些古迹 及日历史建筑 将它保存下来 并且修复 习登仪式当天 许多曾经在新竹收容所 担任主管或是职员的同仁 都回到现场 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也赶紧抓紧时间 拍照留念 内政部 警察署处理中心 因为从81年 我们接收 我们供遣返了将近 有一万多个人士 所以那时候 警总交给我们的时候 可以说是一个破坦的领区 我们批经斩棘 把它整理好 我们最高收容量 一天可以收容到1200 所以说这个等于是 那时候的 我们就称作大陆客了 感觉到那是一个 很辛酸的很多的故事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回首来迟路 充满感恩的心 现在等于是 我们历史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这一段历史 给我们留下一个很美好 也很尖酸的一个 很多的故事 新竹市文化局表示 今年7月完成神社现况 损坏调查研究计划 希望借由该调查结果 能够顺利启动后续的 规划设计 及古迹修复工程案 开阔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